知名歌手赫芒遭司机性侵,竟开直播道歉,我也有责任。 泰国知名歌手艾莉,上个月,25日开直播说明遭性侵过程,并道歉表示自己也有问题。 图翻设字网络。 泰国以名,22岁的女歌手艾莉,上。 3.越于有人小酌断片后,醒来发现自己躺在某旅馆床上,惊觉竟是计程车司机对她上下洗手,并且性侵得逞。 消息传出后引来泰国媒体大篇幅报道,艾莉则在网络上直播坦诚此事并道歉,强调我也有错,都怪我穿太性感,太暴露。 泰国知名歌手艾莉外形亮丽甜美,竟在酒后遭到省心。 图翻设字网络。 根据泰国媒体报道,艾莉在泰国屏住一手大姨妈别来拥有相当高的知名度。 但是上个月在录影完后与朋友小酌,离开后竟被计程车司机载到旅馆性侵,起先司机便称是艾莉要求到旅馆休息。 但警方发现艾莉上车后就失去意识并躺在椅子呼呼大睡,跟司机完全没有交谈,让检方认为司机涉嫌重大。 涉嫌性亲与歌手的司机经警方调查后遭到逮捕。 图翻设字网络。 艾莉在3月25日则开直播说明整件事情,除了向社会大众道歉外,也认为自己有部分责任,呼吁所有女孩子饮酒要是两,千万不要无意识下自己搭车,并感谢所有人的关心。 艾莉上车后就完全不省人事睡到。图翻设字网络。 好感谢!